台东市连航路的巷弄内19号晚间10点传出了火警意外 而起火地方是一间仓库 由于仓库铁门深锁 警销只能以破坏器材来破坏铁门 入内后进行管救 所幸在短时间内便控制住了火势 而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 仍带警销人员进一步调查 从画面上可以看见 消防队人员拿出破坏器材 对准铁门开始进行破坏 昨日晚间10点多左右 在市区一处仓库突然窜出火苗 由于该仓库的铁门深锁 消防人员只好拿出破坏器材进行破坏 而在顺利完成破坏工作后 消防人员立即进入屋内进行灭火工作 并在短时间内控制火势并扑灭 经过消防人员清查后 确认该处为无人居住 是堆放杂物的仓库 至于整起火警是如何发生 目前则由警方以及消防人员 着手调查当中 介绍成绩的赢台东市报导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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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